喂,Hello,Hello,Hello 先對咪咪 好了,不好意思,因為今天遲了 因為要處理一些,其實我們都是節目的問題 因為我們剛剛開始之前 我們就跟一位國泰的前空姐 去交談,問一下他一些意見 因為他在昨天,我們節目出了街之後 其實他主動是,不可以說是報料 起碼讓大家明白一下 國泰現在,究竟現在的個別情況 還是可以解決到呢 其實,說明是國泰前空姐 除了評論這件事情之外 還有很多對這間公司的不滿 表達出來 包括在幾年前,因為沒有肺炎的時候 國泰的高層要求這些空姐 全部要轉合約 全部要簽過勞動合約 所以那時候一班人要離開 要避得減薪 其實他也說過這些事情 我想這樣說 如果要處理這些資訊的話 有分兩部分去處理 首先我們現在 我們獨家 先播出他的評論 他的評論也挺有趣的 其實是 因為你最了解的空姐 就是空姐自己 讓行內人先說少少說話 我們都是猜猜猜 很多事情都是 對了 好,等下 等下 看看可以不可以 好,來吧 真是不好意思 不知道 你會覺得很唐突 但是 我是國泰的工姐 我飛了25年 最近這個國泰風波 我有很多看法 我那時候 都經常要飛到中港兩邊 我就覺得 帶到一些客人 是真的特別難服侍的 有時候 你說 你見到他 有時候 他不會得自己開口 可能我就要跟他打招呼 我就跟他說 港獨普通話 就說 你好 謝謝 謝謝 他們會回答你一句 Excuse me I only speak English You just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to do 就是玩意 當然 這幾個妹妹 真是傻 她都會明白 Gally很應聲 別人會聽到她們說話 那就不應該說 但是其實 我在國泰這麼多年裏面 我不會覺得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幾年前 反送中之前 可能都真的收一個 warning 就算了 是不會炒的 國泰這麼快跪下 其實是設了一個很差的譬如 以後是否任何事情有大陸人去投訴就跪下 還有你現在9100 那你可以請到些什麼人 9100 我告訴你 我1995年加入的時候 還有我那時候飛的時候 我們都不只去笑大陸人 有иваем的大陸人 我們都小 reporter Thanks есcuse me excus me would you like to have the whisky Guess on the rock? or what? I would like to have it on my table 我們都笑一些印度人啦 我們笑一些猶太人啦 我們笑一些新加坡人啦 有時候那些大陸人真的太過玻璃心啦 對不對 我覺得那些大陸人 我不覺得他們沒有笑過其他國家的那些人啦 人呢 大量多些 真是人生都會快樂些 阿曹總啊 我想跟你講呢 其實 講到他們聽不聽到呢 就真是因人而異啦 那有些人 講話很大聲 而且因為飛機的引擎很大聲 所以我們呢 有時候講話呢 我們不會罵自己講話是這麼大聲的 那其實也都試過很多個案呢 是他們在那個galley 裡面呢 在罵那些客人的時候呢 我就聽過有一個case 就是 有一個外國人 那就不知道 很惡劣的態度 就是Member 那些 那就叫了一個不知道什麼 那樣啦 那個crew呢 就在這個galley 裡面準備的那時候呢 那那個上司呢 就問他 這杯東西是給誰的呢 是給那個仆街的 這樣 然後呢 後面就有把聲就說 我就是那個仆街啦 那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那個空姐 傻 講話這麼大聲 那你明知道你隔場有意 你在任何的地方 especially where places 那你的隔場有意 你說你這麼大聲 是真的自己 自己拿來衰的 那但是我覺得 最衰的呢 就是六人音那個 然後對別人出來的那個啦 還有你說common 不common 當然common啦 我們一天見那麼多西客 那有時候講啊 伸一下也行吧 不過看看你怎樣伸一下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會分析一件事啦 是不是全部都是有客戶的問題 或者是crew的問題呢 就是 其實mostly especially 我們做了那麼多年而已 都是會公平的 那呢 但是這個時候 很多都不合理的 我們都會生態是很正常的 但是問題就是 他們被人聽了也都被人錄了音嘛 That is the thing 然後就被人帶做文章咯 還有呢 我覺得 你說歧視大陸人 那我問你啦 曹總理 作為香港人 你有沒有歧視阿叉 你有沒有歧視 你有沒有歧視 巴基斯坦人 有沒有歧視猶太人 其實個個都有 拿出來笑一下而已 我不明白為什麼那些大陸人 這麼玻璃心的笑一句都不行 我們常常都笑一些 印度人的 一路搖頭一路說yes 那樣 或者他們填表啊 那個 Gender 填Sex 那時候 他們填yes 我們都會笑他們 那有什麼問題 就是 just a matter of cultural you know just have something of it 就是不用去 每個人都上方上線 上到去 各家程度咯 講開 Crew 其實呢 很多Crew 呢 是很愚蠢的 根本呢 他們不會 認識外面 發生什麼事 但是 每天就是這樣 day in day out 這樣去完成 公司要求他們的task 他是不會知道 人民地理歷史政治 什麼都不知道的 你跟他說 我說去了 希臘的巴特龍神殿 那他就說 啊 我不懂什麼 因為呢 你知道呢 我不是一個很迷信的人 那我記得 兩年前呢 就是公司地震的時候呢 那有一些 就好像我們那些 不簽公司合約的人呢 那公司就會 就是出回 那些退休金的東西給我們 那樣 竟然有人呢 我可以在網上那裡 那些組群那裡問呢 我怎麼知道 公司已經給你錢 其實 你online banking 入一進去的 password username 你就知道的了 但是 他們就是 好愚蠢 不知道 外面發生什麼事的了 啊 還有啦 剛剛啊 你問我呢 講客壞話 是不是common practice 我跟你說一下 不只講客壞話 講 captain壞話 講 crew壞話 講任何人壞話呢 都是common practice you can say anything you want as long as that is no ear dropping 好 好啦 那些網友問我 為何會變成歌仔聲的呢 其實呢 歌仔聲 這個都是變出來的 就是兩把聲 之前你看到兩個版本 都變成聲的 只不過呢 只不過呢 我們都要保護消息來源 當然不是說很多人都會認同的 一定不會很多人認同的 嗯 甚至乎我覺得他太過震 一點都不收息 那我告訴你 就是其實現在這個 就是 我想國泰空前 那不是說只是國泰 其實我相信很多 不同的地方 很多不同的空前 都是這樣 只不過你說這件事情 怎麼樣 意外怎麼走出來呢 啊 這個就真的 是他們才能說出來 原來就是 那個引擎很大聲 嗯 即是如果你引擎大聲的話 你不知道自己說這些是非 其他人聽不聽到的 其實這個就叫正宗 背著別人說是非 是啊 背著別人說是非 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很普通的 就是公者 空者來說 但是不是啊 即是如果你說 這些東西 你說容忍不了啊 然後就說 這些很不專業啊 又成的 那我又比較一下 我也覺得不是很專業的 但是 如果你說跟警察去比較的話 為什麼大家可以對警察這麼容忍呢 不要這麼說 很多人都對警察 都已經有一個批評在這裡 但是 你的政權 我們為什麼會覺得 這件事情 就算 那些空姐是明顯不對也好 為什麼很多人會同情那些空姐 因為你這個政府非常之虛偽 是吧 為什麼你可以對那些警察 這麼寬容 為什麼昨天 保安局的代表 卓孝葉 他可以說 這些是個別事件 一年裡面有11宗 警察被捕是個別事件 然後就不可以抹殺他們 這麼多年的努力 那國泰呢 一樣的 為什麼現在道歉一次不夠 道歉兩次 這個林曉波 還要故意用普通話去道歉 是啊 需要不需要呢 當然 那些空姐是愚蠢 但是我想 我斟掌一個問題 究竟有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服務 起碼他見人那一刻 對著那些乘客的時候 他要求的東西 有沒有滿足到你 就算你說 你明顯地叫地毯 最後有沒有給你一張毛毯 有沒有 如果有的話 後面說的話 我只不過是一場意外給你聽到 但是 我也這麼說 這個世界是課比課 你整個香港沉淪的時候 麻煩你一視同仁 就等於 有人如果去旺角警署報案 尖沙咀警署報案 為什麼 那些接受報案 那些警員 那些當席警員 都在看著別人對波的呢 拍完然後在WhatsApp 分享出來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傳到我們電話那裡 有沒有停職啊 那個人 最後是沒有的 好像是訓斥了事 喂 都是對大陸人 你現在不是歧視 但是我覺得這個 都是非常之嚴重的 你今天偷影 一個內地的旅客來報警 然後 你對你的同事這樣分享 幾年前發生的事情 是啊 但是現在你關乎 警察的性罪行 喂 是這麼多年來 你現在說寧容忍 為什麼寧容忍這麼多年 都不斷發生的呢 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我們記不記得 礦球離職的原因 礦球離職的原因 就是旺角警署裡面 強姦呂報案人 當時的那個旺角警署的 總指揮是李家超 為什麼李家超可以容許 對礦球 安安全全地退休 是 所以如果你說這麼說的話 我只不過可以這麼說 說是非你是人師常情 既然說是非 是人人都會做的 你不要說 你說什麼專不專業 他不是對著你說 嗯 現在怎麼被人錄音 這是意外 我覺得是 但是這件事未停過 現在解僱了人 三個已經被人解僱了 甚至乎現在 你再有這班機的時候 我剛剛見到建吳就說 就說今天 有大陸的 就是往來大陸的班次那些 航空客機 那些國泰的機 全部換了大陸人 嗯 那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昨天我們臨 直播二的時候 都已經零一就說 超合作運動 兇者們已經逐個問 你們要不要這個無尖 現在就要去到 這些罵戰 你還要找些人 不知道是不是 偽造文件 這是罪行 警察會不會去調查 你現在說 那些人 偽造身份 然後退出 不打 不捐器官 可能偽造文件 詐騙 那這件事呢 警察什麼時候查 因為現在 在大陸的網上 有人 這個就是犯 煽動意圖罪了 這當然是煽動意圖 是不是 是不是應該告 國安法事後 應該是不是 為什麼會有人 在網上傳一張 就是 國泰的內部文件 官方文件 英語是官方語言 然後 現在國泰 就是這樣說 他們是很契敵的 現在這幫管理層 事不關己的時候 就送人頭 現在的空者 空者乃爺 就送他們人頭 斬之而後快 這就跟港協的態度一樣 這麼糟糕 港協也是 當他屬下的協會 兵協出了事 就首先送人頭 我送人頭 港協就很幸運 因為他藉著送人頭 保住自己的著位 霍家父子 貝君奇那些 全部消失了 是 普官我自為之 但是國泰是怎樣 國泰不同 國泰 你以為你又好像 港協那樣 世襲制 不是 對不起 現在人家不會停 現在還有偽眾文件 在煽動仇恨你這個 國泰 你這樣讓一讓 你會不會令到他們滿足 不會 這個其次 我看到今天 還有一些 除了這件事是偽造之外 這個很快 看到國泰的管理層 已經撲出來 就去解釋 澄清 這個文件不是我們寫的 我們沒有這樣的文件 警察會不會介入調查 這是煽動仇恨 這是煽動意圖 會不會調查 這個 如果最後 這件事 警察不幫你 沒有人去幫你伸張正義 我覺得該死 原來那些年輕人出事的時候 我會送人頭次寶 到你出事了 鄧炳強 東莞 他沒有空理你了 這個面簿是內部流出 帶系統的水印 那些人在這裏作弄 很多人在這裏作弄 很多人在這裏作弄 現在是在這裏作弄 現在是 你正仆街 李家超這也是 你代表香港的特首 即是不幫香港人說話之餘 你是不是應該給國泰 自己內部調查 他又不會 他自己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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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人頭 交人頭自保 如果不是 上面壓下來的時候 我就不保了 上面壓下來的時候 林兆波 林兆波 就說要交人頭了 上面壓下來的意思就是 文匯大公 如果今天再看文匯大公的話 他們的論壇版 都仍然不斷的追擊空者 現在事件未完 因為 讀媒才會報道 國泰公會 昨天已經出了聲明 表示遺憾 其實說的話 大家都明白 你人手不足 你人工又低 士氣無比低落 所以才引發事件 士氣低落 人工低 接著要接西客 在後倉裏面 說他少少是非 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 如果你被人聽到 又是問題 但是你特意聽別人說是非 然後再放上去 這個涉不涉及專業服務的問題 現在是你偷聽別人說話 現在是這麼糟糕 所以 阿西說 現在小紅書最新玩的就是 挑剔國泰的餐點單 為什麼沒有中文 為什麼沒有中文 玩到這樣 其實不會完的 不會完的 其實這一項 是整風運動來的 這樣就會先交人頭出來 洗手 國泰是這樣 港協是這樣 甚至乎圖書館也是這樣 三件事情 很短期內發生這三件事情 其實都是一系列的 黨媒的整風運動 你看到 你現在審計署要工作嗎 審計署看到你圖書館 你買書不到位 不夠數 為什麼人家圖書館說 因為你市面上 沒有那麼多 維護國家安全的書 然後你很多書 你又要落架 當然是藏書不夠 然後還有很多人 投訴 然後就說 現在李家超用加碼 去到說 不符香港利益 都說要落架 去到這麼絕 誰不知現在 去到這麼絕 神也是他 鬼也是他 這些港共是 去到這麼絕 的時候 現在又抗農有悔 譬如湯家驊 要不要這麼過份 回憶樂 大江東去 要不要走得這麼誇張 楊永雄 現在落架 都是暫時的 之後檢查過沒有事 就可以放上架 什麼叫檢查過沒有事 你敢不敢負起政治責任 如果你說檢查過有事 你說檢查過沒有事 的話 大陸人又下來了圖書館 看書又不滿 誰說沒事的 之前檢查過 現在不是 我隔著給你這句話 文字獄捉你的時候 誰看漏眼 誰的圖書館員工看漏眼 圖書館館 會不會幫 在那裡看書的男子 不會的 告訴你 現在香港 這件事 國泰事件 一業之秋 整個香港都被正封 現在是 其實我們如果再看下去 文匯大公 你看到他們的論壇版 已經中了我們所說 我們預言過 全部中了 全部中了 朱敏健 昨天已經爆出來說 要逐內歧視 其實是 其什麼事 你不懂英文 你叫歧視嗎 是啊 你搞清楚一件事情 什麼叫歧視 什麼叫鄙視 兩樣東西 歧視也者 就是有些事情 你天生改不了 即是 你以前最起碼的 就是性別歧視 我出生就是女生 你社會就是 你對這一個 就是兩性工作機會 不平等 不公平 如果我不可以有 Equal Opportunity 的話 我覺得這就是歧視 今天就趕快訪問 施君郎 撐你的肺 我天生 我天生就是 印度人來的 因為我做印度人 然後你就不讓我做一些工作 有些事情你改變不了 那些歧視就不合理 但有些事情你改變得到 你不可以做 那別人就會看不起你 這個看不起你 就叫做歧視 有人為什麼不做要做狗呢 有很多人 就是歧視他 是嗎 為什麼 正正上上 即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應該 警察 警察這個工種類別 為什麼會被人歧視 心照 心照 其實是 有些事情是自己造成的 嗯 是吧 你說不懂得說英文 不懂得說英文 又要勉強來講 就像剛才那位空姐說 是吧 玩東西 那如果你自己勉強要講 又說得不好的時候 那別人就是歧視你 很簡單 是吧 你又要在那裡玩東西 在那裡裝飾 在那裡裝飾英文 原來是不懂的 第二樣東西 你換了這個大陸空姐之後 你見到那些市眼傳媒 又開始說 是時候要加強 這個對外勞的配套 不可以令外勞受委屈 就是了 現在就加速換血了 那好 那你現在呢 即是你要搶人才 這麼喜歡搶人才 你搶回來的人才 其實香港的人 就是不會甘心的 你一邊搶的時候 你是搶回來這一類的人才 那你在香港本身 願意留在那裡的人 就會加速地走 因為覺得被邊緣化 這個香港 就算我不講政治也好 我是越來越不熟悉的 是吧 這些是跟你講政治嗎 黑暴嗎 不是吧 是吧 人人都會有 不只是講空姐 香港是一個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 人人都會講是非 剛才那位空姐 我覺得他講得很真 他說 我們不只是講西客是非 我們會講 技師是非 管理層是非 我們什麼是非都會講 有人的地方就會講 是啊 是吧 如果你覺得他們不對 你問心 你有沒有在工作崗位裡面 講過人家是非 我們警察眾多 警察不是躲在後面講是非 對著大吐婆說你肥婆 是吧 試過 搞到人家差點生不了流產 在燃爛搞亂的時候 周圍指著人家罵 省仔會會長林志偉 直接公開 跟張建宗鬥嘴 這些 相比之下 其實 空姐已經是非常專業的 當然 縱使他們有這麼多不滿 但是你要我交的貨 全部交齊 還想怎樣 這是一件不幸的事件 同時間 也對國泰來說都是不幸的 因為我知道 我們報料的人不止空姐 有金融界人士 我們報料 就說國泰這件事可以很嚴重 怎麼嚴重呢 國泰是一間上市公司 這份公司 這份公司 是一間上市公司 一定和銀行 有借貸 借錢做生意 你所當然 當然 如果這一件事件 是影響到你的業務 影響到你的聲譽 繼而就是業務 如果你國泰 你的業務 尤其是往來 大陸的業務 是多的話 依賴它多的話 不要說多多 只要你對生意份額有影響 銀行是會馬上公開你 現在和你借貸的Terms 是啊 這個可能是會影響到 還款能力 其實輕則一定對股價有影響 現在股價是怎樣 今天就已經跌了0.19% 0.19%就不算很多 不是2.53% 2.53% 現在是7.31% 起碼暫時可控 但如果這件事 即是你說 繼續這樣 即是兩地的對立 即是那種仇恨 不斷加深的時候 其實你這些空姐 其實都不是說 願意引起吞聲的 即是你看到很多 現在還留在這裏做的 當然是不敢聲 但有很多 即是你之前 國泰你無理炒過多少人 心裡有數 那些人現在 就會拿著的機會 就來訴苦 講很多國泰種種不事 這些東西 這些不事 現在我們就會播了它 我現在就去接放學 阿龍你待會在播的途中 播完之後 你自己就關上去 嗯 好 其實這一個 這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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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的錄音 其實就全段 都是做了 這個 什麼的 聲音 經過特別處理 聲音 經過特別處理 那些人又說 哥哥仔 又說什麼 就算你哥哥仔 那個 因為其實 處理得比較好 也都是比較順 所以你會聽到 一個哥哥仔的聲音 好 我們現在就去片 播完 全段錄音 播完 究竟她 怎樣對 她的員工 OK 好 阿龍你就在這裡播 OK 我就走開 嗯 那就 下午 英國時間下午五點鐘 那就 和這個 香港時間 晚上十二點 再見 是 OK 那我們現在 播完